土地爷是掌管土地的神灵,来保卫一方的安宁,土地神又称为福德政神,摄神,土地公共,地神等,其实土地爷还有一个身份,那就是财神,保佑一方水土的五谷风灯,生意兴隆。 像生意做得比较好的闽南,台湾人,他们认为土地神可以保佑农业收成,也可以保佑生意人经商顺利,旅客旅途平安,甚至还可以保护坟墓,不受邪魔的侵扰。 这么说来,二月二土地蛋,生意人最重视的一天就非常好理解了,那需要做五件事来招财开运,这五件事分别是什么呢?要了解一下。 招财开运要做的五事分别是,引乾隆,剃龙头,吃龙石,寄设,为粮仓。 奇俗一,引乾隆。 不同地区的做法也不太一样,有的地区的人会在桶里装入硬币,然后去离家附近的井里打水回家, 一路上让水滴滴洒洒地漏出来,滴一路回到家,然后倒入水缸里,把水缸接满水, 然后把硬币也倒入水缸里,然后以造糖灰来做洒灰线,经水缸周围到门外,到井边绕井一周。 奇俗二,剃龙头。 正月都是不剃头的,而到了农历的二月,它是遮龙升天的日子。 民间认为在这一天剃头,会使人红韵当头,福星高照,见龙抬头理发,也寓意着辞旧迎新,运气好,七年好采头的寓意。 所以民间也有,二月二剃龙头,一年都有精神头,正月不剃头,要一直到二月才会解禁, 不管是儿童还是中老年人,这一天都非常适合来理发,寓意一整年平安行大运。 奇俗三,吃龙食,人们相信龙威大发,所以在这一天饮食多以龙为名, 比如吃春饼,名为吃龙鳞,吃面条,名为扶龙须,吃米饭,名为吃龙子等等, 当然最少不了还是猪头肉,凡是吃的食物都与龙有关,象征着美好的寓意, 也寄托了人们祈求龙赐福,带来好运的一种强烈冤望。 习俗四,祭舍,做生意的人普遍认为,得在万物,聚财余地,祭祀土地神, 又称舍,舍神,祭祀土地神,可以获得保佑,一整年都会带来好运。 二月二是土地宫的诞辰,所以人们一般会烧香祭祀, 同时还会准备非常多的祭品,来祈求新的一年行大运,发大财。 习俗五,为粮仓,北方的一个习俗,大早上把锅炉的草木龟铲出来, 然后在地上画出一个圆,围仓的圆圈,大套小,少则三圈,多则五圈。 要记住的一点是围单不围双,接着把家里的粮食放在中间, 另外会稍微撒一些在外围,这就象征着这一年的大丰收。 以前人们是追求衣食,如今更多的是追求财富, 希望家里安康,同时在新的一年行大运,获得财富。 头牙祭拜土地宫的准备 场所,到土地宫庙或家中殿场中,有土地宫神像或神堪前祭祀。 祭拜时间,当日上午8点到下午4点。 祭品,鲜花一对,三生,五花猪肉一块,拳击一只, 相间于一条,若是素食者免准备。 三,五样水果,米酒三杯,面线三捆,红龟果三个,发糕一个。 准备金纸,太极金一份,千足寿金一碟,扶金五捆,四方金五捆。 摆供给仪式过程。 面向土地宫,摆一张桌子,先放酒杯或茶杯, 再来香炉,三生,面线,红龟糕,发糕或蛋糕,五果,金纸。 一人三炷香,点香面,姓氏,女,某某某,于今日已为年2月初2日, 在此为土地宫,您做头牙,希望您能必有全家大小平安, 更希望您必有某某公司,商号,生意兴隆,赚大钱, 若能如愿来日,备礼答谢,仅此身上三拜后插香。 当插香后15分钟,拿起小杯,请示土地宫,看是否能撤宫。 记得中间要九国三巡,若得圣小,英小,即可将金纸烧化。 若得英小,请再等五分钟。 若香过半,请再补三炷香,直到土地宫允许撤宫为止。 击拜低土地宫不止求财,还有人求子的子, 拜完的民众,可以摸摸庙前的土地宫, 胡须代表长寿,元宝求发财,拐杖加关进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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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